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,最具有看点的,无疑就是国际舞者的强强斗舞,Battle燃到炸,精彩永不停。其中国外舞者中,最具有代表性的无疑就是女舞者,来自日本的Ibuki,甩手舞加上自由式舞蹈,实力不容小觑,更是最大的看点。 特别是于AZ的Battle中,更是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爆发力。这个女生有点酷有点萨。同样在100进49中,一支燃点跟气场全开的舞蹈,让我们记住了她的精彩。可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居然是,她抱到了王一博。全网女生貌似都在一瞬间开始搜索她的名字。这谁啊?别问了,前面介绍了一番,我们接着继续备。 在后续的间舞比赛中,中国元素的组队,Ibuki是把八支队伍中,唯一的女生,并且更有缘的是,考核队长居然是王一博。 缘分总是这般的微妙,别说了,这更是让全网都羡慕到柠檬酸的重点。 你说因为节目的规定,你抱到了王一博,我们也就当作看热闹一样,羡慕一下,可是考核还能分到王一博,那就只能说,羡慕到极度了呢。 别问为什么,谁让王一博这般有魅力呢?毕竟粉丝众多,街舞又实力辈出,关注度自然是重点中的存在。 好了,别酸了,记住就可以了,毕竟只是一个拥抱而已,后面的考核,终究是严苛又认真的对待街舞,王一博是专业的。 对此,我们不如欣赏一下,选对歌曲号,王一博为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个臭屁的模样呗。 看王一博跳舞才是最大的享受,毕竟这种的场面,还是很少见到的。 他对于街舞的喜爱,终究让我们懂得了热爱的真正意义。 戴着毛绒玩具的帽子,随着音乐肆意舞蹈,身体无时无刻都随着音乐在舞动,这就是街舞的魅力所在吧。 除此之外,街舞中的王一博,对昔日队友的那份情意,更是一于言表,认定的人,认定的是,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。 看下对待小鸡,那是笑到前仰后合,处处体现着,鸡哥,我是爱你的。 小鸡的精彩表现,我们就不要再过度描述了,因为热搜榜上,人家可是冲了上去,那个堪称一绝啊,哪怕你不懂街舞,看到小鸡的作品,都会说一句,原来街舞如此有意思。 同样的,王一博对鸡哥是这般的喜爱,对于凯哥,也是各种小动作不断提醒,哥,这首歌曲不适合你,你不要过来,哥,你懂我的意思吗? 哥,你离开啊,哥,看我表情,凯哥,你到底想什么呢?看王一博一脸无奈的表情,只能说,一切都是缘分啊。 这期的街舞,真的欢乐气氛大过于比赛了,综艺的效果更是让人看得上头。 对此,你们酸了木了,都是有理由的,毕竟有种羡慕式,五味杂陈,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。